军枪,我还给你! 周亚迪就要出狱了,胡京的危机感陡生,在十几年前,他联合包总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毒枭,也就是周亚迪的父亲。 周亚迪此番回来,定会掀起血雨腥风。 胡京怕了,为了让周亚迪死在狱中,他四处打听,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可用之人。 他叫丹,目前和周亚迪关在同一间监狱,据可靠消息,他还是周亚迪的贴身保镖。 为了让丹乖乖就范,胡京来到了丹家,在胡京的威逼与宁致的利诱下,丹夫同意了,几天后,看守所里父子见面,没有过多的言语,只有一句,胡京来家里了,丹已心中了然。 胡京的耐心很差,几天后,他并没有如愿听到周亚迪的死讯,他觉得是丹的家人在耍的,他当即召集手下,前往丹家兴尸问罪。 他前脚刚走,恰巧后脚拧着就来找他了,当他听闻胡京几分钟前刚刚去了丹家,他心中大呼不好,连忙往丹家赶进,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 胡京还不满足,他还想杀掉丹的女人,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宁致打掉了他的手僵。 顿时,空气都安静了,宁致知道闯祸了,他弯腰去捡地上的手僵,胡京一脚给他踹倒,随后他又顺势在屋里拾了一个竹篮,一次又一次砸在宁致的身上,宁致一言不发。 他缓缓地爬了起来,又扑通一声给胡京跪下,他祈求胡京能够放单的家人一马,胡京笑了,他一跺,他多疑,他觉得宁致此举太过反常了,他能联想到的是单是周亚迪的手下,现在宁致又在保护单的家属,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宁致是周亚迪派来的卧底。 严霸,他便将枪口对准了宁致的胸膛,可就在一瞬间,他看着宁致天真无邪的大眼,他又狠不下来心,他将枪递给了杨硕。 宁致,对不起了。 反转,原来不知何时,周亚迪已经收买了杨硕,15年的朝夕相处,并没有换来杨硕的死心塌地。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胡晶的嗜血,他让一个人没有安全感,借用杨硕的原话,他今天能杀你,明天就能杀我。 短暂的迟疑后,宁致从地上捡起了手将,他将枪口对准了胡晶的脑门,看似理所应当,但是很快反转又来了。 宁致,帝国怎样很形伤你? 对不起,我不认识帝国。 宁致心中清楚,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胡晶一人,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,恍惚间让我看到了情侣吵架的样子。 宁致满含热泪,他就像一个小女生,他用近乎悲愤的语气说着胡晶方才的举动,他说,他的心被伤透了,他要走了。 而胡晶呢,他此时此刻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男生,他祈求宁致不要走,他承诺给宁致荣华富贵。 但是宁致头也不回,胡晶悔不该当初,他狂扇自己的耳光。 接下来本剧高能。 君强,我还给你。 胡哥,胡哥。 至此,宁致一跃成为了胡晶集团的二把手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